大家好,欢迎走进老民说武器 欧洲地区的战斗机发展在世界上来说都是很有发言权的 不过欧洲国家之间在战斗机的研发上也存在着竞争关系 比如德国和俄国 德国研发的台风战斗机和俄国的苏35谁更厉害 德国的台风战斗机是一款战术性的优秀战机 在之前整个欧洲它的性能是没有任何战斗机能够比拟的 但是随着其他国家军事发展越来越强大 就出现了与台风相抗衡的几款战斗机 俄国的苏35就是其中一个 台风战斗机具有良好的机动性 而且它有续航能力 可以在空中加油 大大增加了它的航程 而苏35在机动性上也做得很不错 它的续航能力也不比台风战斗机差 苏35在机翼下配备了两个副油箱 这样给战机加油更加的方便 这两款战斗机都是具有两个发动机的 但是它们在空中的重量具有很大的差别 台风战机的空重为11吨 它采用的是两台A235FM加力发动机 战斗机的加力后的推力为284.2前牛 而苏35的空重超过了18吨 它同样采用的是台风战机的加力发动机 战斗机的推力是相同的 但是它们最大飞行速度却有很大的差别 台风是2马赫 而苏35是2.25马赫 台风比苏35更加的轻 它的最快速度却比不上苏35 虽然台风战斗机的机身设计 使它的最快速度比不上苏35 但是它很灵活 能够维持高速下拥有良好的操纵性 战机压实三角翼结构 给它增加了优秀的缠斗能力 而苏35在低速长时间战斗就会比它差一点 虽然苏35的超载性能好 但它的指向性能就不如台风战斗机 从它们的航电系统来看 台风战斗机就更加的优秀 机身采用的是极青的复合材料 使用的是COPPER雷达 还配备了红外线搜索跟踪 以及头盔显示器等先进的设备 而且它还配备有语音操作系统 可以说台风战斗机在航电系统的设计上 是下了功夫的 苏35的航电系统也算是不错的 苏35的航电系统在苏27的基础上 将雪豹雷达进行了改进 虽然将角度增加了将近50度 增加了抗干扰能力 但还是比不上台风战斗机 欧洲研发台风战斗机 主要是想压制俄罗斯战斗机 它也确实在之前是一款强大的战斗机 超过了苏27米格29等多款俄国战机 但后来俄罗斯经过研制 制造出了能与之抗衡的苏35战机 所以说两款战斗机旗鼓相当 很难一决词雄 不少人提出两体重霸大块头胜出 苏35是一架重型战斗机 最大的航程达到了3600公里 比台风战斗机多了700公里的航距 这样算起来的话 苏35在这场比较中赢了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自于网络 由老兵收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 by bwd6